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让我们有请两组嘉宾 欢迎 欢迎你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小杰 二十一岁 来自山西 学生 小杰 二十一岁 来自山西 学生 他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基础怎么样 还行 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们都是单亲家庭 所以说比较缺爱 同时呢 我俩都比较喜欢 骑摩托车 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般配的 你这次来想解决什么 我很爱他 但我俩总是闹矛盾 让我越来越情绪化 我现在爱他爱得不快乐 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 他无知无刻需要我陪他 体系大 而且霸道 对我的爱挺自私的 他明明知道我没有安全感 但他还是跟别的女生 没有边界 而且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未来 听起来是挺相爱的 有感情 但是相处得挺困难 不愉快是吧 对 就是我的这个性格 本身我就是那种比较个性的 把他干那些小女孩爱做的事 什么逛街呀 看电影呀 我都不喜欢 我平时就喜欢骑骑摩托车 爬爬山 然后在谈恋爱这方面呢 我就喜欢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很想大学能被求婚 被领证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我人生当中 是非常独特的事情 所以说今年我就在我老家 看中一套房嘛 之后呢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我想提前买一套房 以后结婚用 因为我妈之前也见过她 也挺喜欢她的 之后我妈就答应 先帮我垫付一下这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我每个月呢也在做兼职 就是还给我妈一些钱 但是我把这件事跟她讲以后 我说我想等你年底 一过生日正好二十二岁 我们就拿着那个身份证 去领证结婚 然后人家一脸不高兴 我觉得就特荒谬 就很疯狂 因为我刚二十二岁 我刚大学毕业 刚出这校门 我连一个稳定的工作我都没有 她就让我跟她领证结婚 如果我不领这个证 她就说我不爱她 我俩就吵 人家婚房都准备好了 是 但是她压根没跟我说 不是 我准备婚房 我是害她们 我给她都把这个最难的问题解决 你那婚房不是妈妈买给你 给你准备的吗 是 但是我想跟她一起 就是我不想给她太大压力 我就是想跟她结婚 我可以负担多一些 我就想有个温暖的家 她总说我不领证就是不爱她 我不爱她 我微信朋友圈 我现在十条我有九条 我发的都是她 十朋友圈和领证能一样 你先别说这些 我今天带了一个截图 可以给大伙看一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 来看看 十条朋友圈 九条都是女朋友圈 这左边是男方朋友圈 对 我的朋友圈全是她 她基本上就没有我的存在 我怎么没你 我这置顶不就是咱俩吗 我又没隐瞒 别人说我没对象 那为什么呀 你刚才每天发的 就反正她发的朋友圈 基本上都是你吧 我帮女生说一句话 就是她这个置顶 是所有人公开可见的 是的 其实也不需要每天都发她了 因为她其实这个置顶 其实就是说我有对象了 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全是她 这是你主动发的吗 是我主动发的 没有她的引导或者强务 怎么没有 刚开始我们刚在一起 她就不愿意发 然后之后我跟她说 你能不能发发我吗 她后来倒是还好 她就开始一直发 你不能因为这个朋友圈都发她 然后以此来逃避结婚呢 不是 我想逃避结婚 我是想的是 我刚大学毕业吧 我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 找到工作以后 我们再想之后的事情 可是我就想毕业结婚啊 我就觉得 因为他们都说毕业期就是分手机 我就怕以后失去她 那你说她现在爱不爱你吧 咱先不畅想以后 先说现在爱不 我知道她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但是我们就一直有很多矛盾 然后就没有解决 一直冷战 举例 什么矛盾 首先就是结婚这件事 我想跟她领证 她不领 然后她就开始这样子 还有一件事就是 骑摩托车嘛 然后我刚开始 是我追的她其实 你追的她呀 对 我当然就觉得 她挺有意思 挺帅的 然后就让我室友 拿着我手机 问她要微信 要上微信之后 我俩就认识了 我刚开始两个月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啥也不干 先奔学校那早餐店 给她买上一袋早餐 怕她口渴 豆浆不够喝 买两杯 买上豆浆之后 中午她去广播站广播 然后我又怕她 没时间买饭 我又自己不吃饭 把饭买好 给她送过去 等着她一块吃 然后干水对我 还是爱搭不理的 直到有一次 我下课我说 骑摩托车兜兜风走吧 问她去不去 人家竟然说去了 当时确实看她骑摩托车 觉得挺酷的 这姑娘你给她 每天早饭中饭的送 送了多久啊 送了两个月 你好新鲜 对呀 小哥有用力 当时就觉得 他人特别地好 所以我们就 你咋舍得 让这么好一个姑娘 追了你俩月 你才答应呢 可能觉得我俩爱好 可能不太一样 当时 人家跟我装高冷吧 刚开始 那后来怎么就答应了呢 就因为骑摩托车挺酷 是 其实挺酷的 而且看她给我送两句饭 确实这样女孩捧难见 是 是 是 你还挺聪明啊 对 你还知道挺难见的 不 这摩托车一座 找着感觉了 摩托车对我而言 就像我俩连接的 一个纽带一样 就我心里真的很珍视它 到后来呢 她就攒钱打工 给我买了我人生中 第一辆属于我的车 然后我当时也想让她跟我一块儿骑 我也攒钱给她买了一辆车 我们当时一块儿骑车 骑了十个小时去重庆 就对我来说真的很浪漫 很美好 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但是就在年初一月份左右吧 我骑车着急嘛 不小心摔了 我觉得骑车摔很正常呀 但她就变了 她又开始把我钥匙什么的都藏起来 就不让我骑车了 您可以给大伙看一看 就是她脚上这块疤 就是当时骑车摔的 都这么长时间 这疤现在都美好 一直增生 我当时领她去医院 大夫说再晚来两分钟 她都得直皮了 我当时都心都快碎了 我知道你心疼我呀 真是我怕她安全考虑 我就不让她骑了 而且她爸当时给我打电话 她爸当时电话里说得 很坚决 很过断 说你要是再让我女儿骑摩托车 你俩就趁早断了 一边是她爸 一边是她 我很难办 我知道这件事她是关心我 但是我觉得她可以换一个方式 她不应该直接 把这个车的钥匙就藏起来 她骑的那个摩托车 是那种赛车摩托车特别快 我也为她安全考虑 我也有一车 但是不是那种样没那么快 我说以后我骑我带你吧 坐车和骑车不都一样吗 所以矛盾和分歧 从这儿就开始了 对 是吧 对 那后边还有什么事情 让你们觉得是那么大的分歧呢 还有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之前 有一段爱情非常的不顺利 那个男的骗我骗了很久 出轨啊什么的 所以我后来对于爱情真的就是信任感变得很低 而且对于异性这个事情就是很敏感 我其实说实话我挺缺安全感和陪伴的 我感觉我很需要人陪 我没法就是一个人孤独 我又不爱去社交 所以平时就很孤单 她天天跟我说她缺爱 她也喜欢养那些小宠物 我都给她养了 她喜欢养的小宠物很特别 什么呀 鸟 兔子 还有小蜥蜴 还有耗子 她养那兔子 她只负责喜欢 后期全是我来替她养 那个兔子不可爱吗 是可爱 当时小兔子是可爱 现在养十斤多了 兔子养十斤啊 那兔子夏天在家里头养 味多大呀 还有那小老鼠 现在都这么大了 就是她只负责喜欢 其他都是我来养 都是我来干 那你说你都满足她养动物的这个需求了 但女生还是觉得 就是缺爱 没有安全感 对 没有安全感 你哪些方面体现出 你觉得她没有那么让你相信 有一个方面 就是那会儿我跟她说 我确实这方面很敏感 我很缺爱 我说你在异性方面 你稍微迁就我一下 因为我本身 我说实话 我没什么异性朋友 我也不会做让她误会的事 我希望她可以像我一样 结果人家在校外兼职 那么多兼职都可以做 人家偏偏做少儿内容的兼职 就一个女孩特多的兼职 那些女孩说话全都是 就是这样的声音 就做这种女孩特别多的 然后最不理解的就是 她跟其中一个女孩 人家发一条朋友圈 她赞一条 发一条赞一条 就因为这事跟我吵 就是我底下我成员 我给她微信朋友圈点赞 我觉得没什么的呀 那你平时也不给别人点赞 你就给她点过 这是关键 怎么别人不点啊 别人我也点 是她看不到 可能因为这个女孩 让她觉得有危机感了 对 她觉得有危机感 但是我和她又什么没有 除了点赞 还有什么其他事你不舒服 还有之前 她有个一考同学 你认识我早嘛 之前天天聊天 有一天 那女孩心情不好的 跟摄友吵架了 然后就跟她抱怨 人家怎么安慰那女孩呢 把我跟她聊天记录 直接录屏 给那个女孩发过去 俩人一唱一喝 那哄得高兴的 那女孩咯咯咯地笑 就开始笑我有 我老家那边的口音 你是不是山西太原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 因为我也是太原人 我听到你亲切的相应 那这样我就不占理了 对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什么 他们平时就这样说话吗 他们是故意这样说话吗 好搞笑 然后人家又在那说 他们不是故意说话的 他们应该就这掉 我觉得就只是个调侃 我没有想 你为什么拿你的女朋友 去跟另外一个女人调侃 确实当时是我的问题 而且当时我俩也说了 那你还占什么理呢 是我没有理 因为确实是我错了 你本来就没有理 对 对 当时我也说了 该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道歉也好 她情绪化一上来 就和我吵 和我闹 我把那女孩也删了 当时我俩已经说好了 这事咱们就过了 咱们翻篇就不谈了 她翻篇的方式是啥 就是我看见之后 抢过来手机哭哭一删 看没记录了吧 你找不到证据了吧 这就是她解决方式 是 我知道当时自己有错 但是我觉得 你跟她道歉了没吗 道歉了 而且那女孩 我现在都不联系了 可她明明知道 我没安全感 我在这方面很敏感 她还这样做 姑娘 我觉得这个 不是安全感的问题了 它超过了让你信不信任 和相不相对的所谓 对 安全的问题 这个你不要自我矮坏 我就觉得你说话老好听了 我可喜欢听了 我也觉得特别好听 对 声音又好 你们俩什么专业的呀 播音主持 你看 怪不得声音好 我就一听 这两个主持人在台上吵架 这事很少见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 播音专业嘛 学校经常有比赛呀什么的 我就特别特别想 和男朋友一块参加个比赛 我觉得两个人 一块打磨一个作品 真的很幸福 是 然后我每次又跟她说 我们一块组队吧 人家不 人家各种推 我都以为她不想参加比赛了 结果人家哭哭 四个人组好队了 上台比赛了 拿了第一名 拿回来名次以后 跟我说什么呢 说你看吧 幸好没跟你组 跟你组还拿不上这名次 因为我这个人对专业 是很严肃的 我俩当时试了一下 确实我觉得我俩不搭 实话实说 你俩的专业谁好一点 确实他好 对呀 你这个确实是有口音 你说私下里说话 我觉得有点口音挺可爱的 但你要是说 你们要组队去参加 专业的播音主持的比赛 那换我 我也不和你搭呀 姑娘 对呀 因为我其他的 这说话不对 关键不在这儿 关键是你已经跟别人组队了 你不跟我说 你早说 我也找一个 哪怕专业好不好再说 我也能组一队 你不说 我求了你这么久 沿着雷老师的话说 我就专业没那么好 你就陪着我参加个比赛 拿不了第一 就怎么了 对呀 我就觉得名次无所谓呀 你俩其实想的不一样 他想的是 我就是为了比赛 体现专业水准 我在这个比赛上 不想跟你谈情说爱 他的需求是这个 你的需求 什么比赛一点都不重要 咱俩在一起最重要 是 他是两条轨道 他就是一直就是这样 自从我和他相处以后 我俩衣食住行 基本上都在一起 朋友们基本上都说 我是恋爱脑 我总感觉 他从来没有在乎过 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 就像比赛 他觉得表面上 我跟你哄好就没关系了 但是他不会去想 我可能真的想 跟他一块打磨个作品 我可能真的就是想 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作品 一起做很多事情 在他看来就是我拖累他 我是负担 我想粘着他 他对我的爱就很自私 就像买婚房这件事 他都不和我商量 他就直接就买了 就什么就是 你组都也不跟他商量 你就组了呀 对 就是两个人 可能就都有问题 这方面 老师 你们看我 确实大大咧咧的 挺的啥的 但是其实遇到很多事情 永远都是我在替他出头 就比如说之前 我们为了省钱 跟一对室友合租 那也是一对情侣 我们一块租房 然后那个女生吧 就比较离谱 他把那个男孩的钱 全拿走了 可能一个月给那男孩 一两块钱那种 就这样子 一两块 对 就那个男孩 买个一块的水 都要问我们借钱 那个女孩有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爱A钱 她不管是水电 还是出去玩什么的 她就不爱A钱 她就天天跟我抱怨这些 但是她从来不跟他们说 一直跟我说 那我性格就受不了这些 你不爱我就问你要去 我就找那个女孩要 跟她吵了一架 最后那个女孩火了 我们翻脸了 搬走之后 她还去安慰那个女孩 说什么我处理方式有问题 因为她不管遇见什么事情 就情绪化特别严重 我觉得有什么事 咱们不能坐下来 跟她好好谈 把话说明了 那你咋不谈呀 就是我想着我之后会谈 就是她干什么事就太着急 就觉得我不会去干 那你可以跟她讲完之后 你说你先别处理 过两天 说 我说你先别急 我说这事我肯定给处理好 但是我永远等不到她去接触 她性子急她就不行 那就是沟通的问题了 那你们俩如果沟通出现了问题 或者事情发生了冲突 有争执的时候 会很激烈吗 很激烈 就是她情绪化一上来 就开始手上拿啥就往地上摔啥 就我手机现在都是坏的 因为我为啥不修 修完还会坏 还会烂 摔手机 摔 但是是她先激怒我的 我确实没法控制我的情绪 就说到这儿来就有一件事 就是之前她有一天晚上跟我说 走吧 我带你去吃宵夜去 大概九点多 带我去吃那个我特爱吃的烧烤 我当然很高兴 我就赶紧化妆什么的 我说那我们一块去吃吧 人家突然冷不丁来一句 不是你大半夜化妆你给谁看 对 她半夜九点钟 她化什么妆 就和我去吃口夜宵 我给你看 我就想在你旁边漂漂亮亮的 我当时都快饿得都不行了 我说咱们赶紧 咱们出去吃口饭吧 她平常白天化妆 我从来不阻止 一个小时起步化妆 你说你俩吧 听起来也没啥大事 但怎么觉得每件事 都好像找不到一个 步调移植的解决方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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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比她们年长一些 是 你觉得她们这事 是大事小事啊 太小不过的事情了 那这种小事 会不会影响到她们的感情 我觉得还要磨合 那你们家是大事小事啊 我这家比她这事 要大点吧 妻子呢 就她们的这事 你们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没事 姐姐 你不用吓着她 我知道她毛病多 你吓着谁啊 她妹妹觉得 我说声无话啊 我觉得这个男生 不够爱这个女生 为啥 女人的直觉吧 那你直觉准吗 这个直觉厉害 直觉准是吧 我觉得 那问个更深入的话 那用你的直觉感觉 你老公啊 爱你吗 以前爱 现在不爱了 完了 可能这就是我跟大哥 今天来这是目的 这其实很爱 对方感受不到 对 我觉得吧 在她看来 或者说这位女生看来的话 就是这个男生 一定要顺着自己的心思去走 或者说怎样的 对 才叫爱 对 那看来你也不顺着她 不顺着她的背后 就是不欣赏她 不欣赏她 她就总结为不爱她 是吧 老师说得对 那老师们给这个小情侣 一些建议啊 现在的二十岁出头的很多 我觉得弟弟妹妹们 首先我觉得你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最后再来聊什么恋爱观这些东西 宝贝你的一些人生观我觉得是有点错误的 大家同为女孩 我能够请你的部分是我觉得你没有安全感 但是你把你的没有安全感放得太大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谁没有谁都能活下去 你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 是什么呢 就是你养了四只宠物 因为我自己是养小动物的 就是小动物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伴的 并且去打理 否则你现在不会生活在一个如此舒适的环境当中 所以它替你去为你的选择买了单的 这真的是一种我觉得非常爱的表现了 因为宠物这种它跟人不一样 对待别人的宠物 它只能爱物及物 因为不是它自己选的 小兔子养到十斤 说明它用心喂养了 小狗狗每天都很干净 白白胖胖开开心心的在家里面 说明它用心呵护了 所以你要去看它 就是已经为你打造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这是第一点吧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你们现一阶段来说 我觉得他有些事情其实做的没错 就是他组队去参加比赛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不能说他有错 因为一个人他选择让我的履历表更好看 让他的档案更好看 没错的 因为如果他跟你分手了 他这个第一名还在哪 他未来去参加工作 他去实习 都是加分项 这个事情没有错的 他是一个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人 是 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应该向你的男友学习 是为自己的人生做好打算和考虑 第三点我们来讲你这个婚姻的事情 你非常好 你也很优秀 你也很可爱 但是 不要倒贴 倒贴是一个缺点你知道吗 你现在遇到一个好人 这个好人是什么 我不要你倒贴 你要是遇到一个坏人你试试 他立刻就跟你结婚 马上跟你领证 坐吃山空在躺平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开始练好你的专业 然后去实习 而且你才21岁 我们不要去强迫另外一个人 马上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 这是不理智 你对他也不公平 你不能因为说你不跟我结婚 你就不爱我 这个话其实说得都要非常的不公平 他甚至今天来到这个台上 只想自证一句 我是爱你的 那么接下来当他面对你 比如说你觉得他跟别的异性 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跟你说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晾在一边 你冷他 你别跟他纠缠 你让他自己动动他那个脑子想一想 他就会回来求你的 他一开始也说了 是因为你连续给他送饭 然后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 你有多好他知道 男孩 你有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 是高人一等的 你在俯视他 你明知道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为爱你 干嘛呢 为什么给人一种这种被害者的角色 把自己装进去 不要这样 你也去好好努力去赚钱 然后从现在开始想怎么样 真正地让他心里健康起来 不要去指责他 指责他没有用 指责他只会失去他 谢谢老师 我觉得对于小杰跟小琪来说 你们更多的是享受当下 因为现在的 你们这个年纪的爱情 可能一辈子 在这个年纪只有一次 所以就是享受当下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理性的人 跟感性的人在一起的恋爱观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是如果想配合好的话 也能配合得很好 比如说发生了问题 我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 但是也不要忽略 我这个感性的人 他需要的情绪价值 那有些事情你不要太强硬去处理 跟姑娘说一句话 小琪啊 就是我觉得更好地去丰富自己的本领 你有你独到的真诚 人的真诚是能打败一切的 你们两个都是有的 你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同学 所以这两个优秀的同学呢 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地去爱 然后你减少一点对她的怀疑吧 我觉得她也很爱你 我还挺喜欢这对小情侣的 我觉得她们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 是真的彼此都喜欢对方 让我看着她挺甜蜜挺幸福 而且两个都是这种 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孩子 那男生呢对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学业有要求 努力上进 女生呢我觉得也是 认认真真去爱一个人 没有保留 没有杂念 我觉得非常美好的 这样一种大学校园的爱情 我们为什么说美好的校园爱情 真正牵手走到一起的 并不占多数 如果想走到一起 其实是我们爱情 和将来的工作 真的是双轨并行 所以咱也别天天说 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你们大肆对吧 对 我们的爱情无论再甜蜜 总归要面对社会要工作 是 那你一来有啥规划呢 我其实一直就是想 跟她一块做一个账号 就是情侣账号呀 或者是就那样子拍拍视频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 其实挺有意思 男生觉得这个建议呢 我很听从她这个建议 因为我也觉得可以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看 女生 这男孩专业又好 对自己实习 这一年的生活 都有安排 你说你要那么多的担忧干啥 你这就属于 给你们的本来风平浪静的生活 非作出点花絮 你别以为这些花絮 作一作代表你爱它 其实这作一作 在这种很关键的面向社会的时刻 你是天赌天乱的 你知道德不偿失 你以为我闹闹情绪 撒撒娇 是为了让我们的爱情更好 实际上起的反作用 你们俩现在应该 把劲儿使到一处 提高专业水平 做好自己想做的工作 未来携手并进 这样你们的爱情 才能开花结果 让自己变得更勤快 更有斗志 更有上进心 也祝愿你们 早日有你想要的那个 幸福的结果 但不要着急 水到渠成 小琪 我觉得你特别地棒 但是有一个小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说的语言 会决定你的生活 刚刚在我们整个对谈的过程当中 你提了很多次 我缺乏安全感 但是安全感是你的课题 不是他的课题 因为你在上一段的感情当中 你经历过被背叛 被伤害 但是他是上一个男人 给你带来的 你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 很多这种伤害的东西 要想办法自己去提升 因为我们讲的是你自我内心的强大跟成长 这个是很难去依赖一个男人 外界的力量给你带来了 因为小杰他也才21岁 他也是个小男孩 你说让他可能充当一个人生导师的角色 在你匮乏或者缺失的这一块 他来弥补你 他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小杰 咱们作为男人 咱们这么高 这么壮 这么帅 我们心胸大一点 还是包容度高一点 跟女生的边界感 知道这姑娘介意 我们就还是注意一点 还有一个点 刚刚小杰说到一句话 就说为什么会这么着急 这么小的年纪想要去结婚 你说因为要毕业了 很怕分手 但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已婚的老姐姐 想跟你说句话 结婚证从来保证不了爱情 你试图用这样一个证书 可以把它套牢吗 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点 我也想分享给你 好 永远都不要在没有鱼的鱼塘里面钓鱼 也永远不要跟一个 还没有成熟的男生去聊结婚 这个事儿不仅在为难你自己 也在为难他 你们当下的 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成长 好好的去享受21岁 这种很纯粹的感情 一定要有自信 带到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 如果想更了解我们的曹初穆老师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去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木姐 因为曹老师叫曹初穆 搜木姐 然后关注她 您要是回复了爱情保卫战五个字 就会收到木姐的一份新人礼 记得去关注木姐 我告诉你 她跟你在一块大概率不会幸福 因为谁落在任性的人手里 谁都会倒霉的 不管爱不爱这个人 为什么我说你任性 你上台第一句话 你已经得罪了好多人 伤害了好多真正爱你的人 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 我们两个都缺爱 你伤害了谁 你妈妈爱不爱你 爱 你妈妈愿意给你掏首付 你那么任性想在大学就结婚 你妈妈因为爱你 行我宠着你 我给你掏这首付 你缺爱吗 你十个小时从绵阳骑着摩托车 骑到了重庆 你爸没辙啊 我跟你妈妈离婚了 我说了你都不听 我亏你的欠你的 我怎么办 我急 我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未来的老丈人 我给你男朋友打 你管管他成吗 我管不了啊 我亏他的 我欠他的 你爸爱你吗 爱 你缺爱吗 你单亲家庭缺什么爱 你当着我们所有人 直接否定了自己亲妈 直接否定了自己亲爹 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爱到宠 还有 他妈妈可能会因为爱他迁就你 但是他妈妈心里一定会想 我什么时候不爱我儿子了 咱俩还没成一家子呢 你就把我这婆婆拐着弯骂了一顿 对吗 对 任性 你一句话已经伤了很多人 还有 谁告诉你单亲家庭的孩子都缺爱的 全天下有多少幸福的 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 后来很出色的 你已经告诉他们 你们的爸爸或者你们的妈妈 给你们的爱不够 人招你了 人都不认识你 干嘛一句话打翻一船人呢 还有啊 因为你任性 烙在你手里的小动物 好吗 刚才文老师说了 要没你男朋友 咱们家四个宠物 哪个都活得没今天这么舒坦 所以人 人是这样 宠物 宠物是这样 谁烙在一任性的人手里 大概率烙不着好 所以啊 想结婚的时候别太自私 结婚是成年人的事 所以咱们先看看 咱们什么时候能让真正爱自己的人 别那么辛苦 别那么担心 别那么时不时受个伤害的容忍咱们 咱们能做到这个之后 再琢磨结不结婚的事 您看好吗 好 得嘞 我说完了 好 你们也思考一下吧 来 你们请坐 我们请这对夫妻讲讲他们的事啊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王先生 三十九岁 来自河南 部门经理 刘女士 三十六岁 来自湖北 全职妈妈 那么 她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最受不了对方什么 她酱 矫情 自私 我每天在外面为了这个家奔波劳累 她就只会闲在家里 替我找麻烦 她就是甩手掌柜 还和公司同事搞暧昧 她觉得是自己在赚钱养家 就要牢牢掌握家里的话语权 希望对方有什么改变 我不觉得她能改 没戏 跟她根本说不通 她只会一个月地朝我发脾气 她什么都改不了 现在我对她已经不到任何希望了 我都不确定我俩的婚姻 能不能继续下去 那就咋了就这么严重了 是这样的 就是最近我们俩吵架 然后她跟我说 她说后悔认识我了 后悔跟我结婚了 我觉得这就是她说出了 她几十年的心声 我们俩是在一个朋友的 那个生日宴会上认识的 就是认识之后呢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闪婚了 谁想跟谁闪 我们俩一起吧 这个也是商量决定的 也是父母也都见了 这怎么就说了后悔和她结婚了呢 她这个人确实是很任性嘛 又矫情 然后脾气也倔 就这么多年了 这个公主病呢 还是越来越严重 那总是怀疑 我在外面有人 你怎么就觉得 她什么外边有人了 最近啊 我发现她跟她 公司一个女同事嘛 走得很近 经常就是一起回家 我是一个部门的经理 然后事情多了之后呢 总部就给我派了一个助理 这是个小丫头 你送小丫头回家了 那也是正好是跟客户去吃饭 吃完饭呢 晚上就很晚了 她一个人我也觉得不放心 所以就顺度带她一程 那你给她叫个车嘛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嘛 我就开着车的 你是就送了这一次 还是好多次 就送了这一次 哪有啊 回头就是别人给我发了个消息 说谢谢领导送我回家 好了 她是没事就翻我手机 一看了这个那就不得了了 还有就是平时出差的时候嘛 基本上都只有两三天就回来了 自从认识了这个女生之后 出差每次都七八天不回来 我们这出差都是正常的工作 那你打就原来只是两三天 这女下属来了就变七八天了嘛 人家问问也没错 你是业务有所调整吗 对 这就是业务的问题 我只是个小经理 公司安排我出差 我总得把这活干完了 出差有没有带女下属 完了 说不清了 咋办呀 解释啊 然后比如说到晚上回酒店 她也要给我打视频 把酒店每个角落的视频都要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鞋子 化妆品都看到位 半夜三更还要打电话 确认这个事情 那问一下妻子 你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发现倒是没发现 但是我觉得 自从她认识这个女下属之后 然后就感觉不对劲 是像她说的她调整了业务吗 是的 工资拿回来变多了吗 因为你要出差变多 你一定工资变高 有一点变化吧 所以你其实是 也认她这个出差是加薪的对吧 不是 她就是认识了这个女同事之后 然后就 我在想她这个女同事 就不能换一个男同事吗 真的是 那你还有什么落实的方法吗 我跟她发了个微信 然后跟她说 我说她有老婆 然后就讲的这些 你就这么开玩笑吗 你这别人 啥也没事没有的 你这一发展信 这工作咋开展的后面 咋开展啊后面 后面就别人就不好意思 就只好 是你调转部门的 公司不错 这公司一看有问题 赶紧把女助理 欢迎部门 刘女士啊 那这不都说到这儿了吗 你怀疑 你也给人家小姑娘 发了信息了 小姑娘也调走了 咱闹着一出 咱就收手呗 还不行吗 她也不是说 因为这个事 她其实她就是 她就是看不上我 她父母也是看不上我 她的父母是外地的吧 然后我的父母是本地的 当时约好了 要一起吃饭 她的父母就见到我之后 然后就开始 数落我的各种不适 说孩子 头发不能修这么长 说孩子不应该 看iPad看平板 不能看电视 说孩子怎么带的 你都多大的人啊 都不会带孩子 然后还说 我的父母 给孩子带的也不好 这我父母 难得见一次 孩子就说一些 关心的话 这是关心的话吗 难得见一次 孩子就说一些 指责他妈的话 这也不算指责吧 这不叫指责 但他看来 这就是指责 我看来也是 你觉得你的父母 嫌弃他吗 没有说嫌弃 你嫌弃他吗 我不嫌弃他呀 那他为什么 会有这种感觉呢 他就说 我没帮他说话 他无论啥时候 他在跟我妈 在一起有争执的时候 我得站在他这边 但是一边是我妈 一边是他 我都很为难 一直都很为难 为什么会一直 都有矛盾呢 所以导致你 一直很为难 他那个脾气也很倔 那我妈的脾气也很倔 所以就得 挣这儿对卖忙 那当时说他 让孩子玩平板 什么的不高兴了 这个事情怎么收尾的 这一说 我就更来气了 挺好的一个机会 他爸妈 我爸妈 都是一起坐吃个饭嘛 他爸妈 已经在酒店等了 我带着我爸妈 带他 我就一起往酒店去 然后在车上 就我们一家人 就因为这事就吵起来了 莫名其妙吵起来了 那不就是你们一家三口 和人家一个人吵吗 我就没有说话 他就觉得我没有帮他 然后到了地方 大家都坐好了 他人不见了 玩失踪 电话也打了 也打不通 就怕他出点什么意外 好了大家都出去 上场里找 找了二十分钟吧 台阶上找到他了 我那天真的伤心了 我那天哭了 我自己哭的时候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自己就自己 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你觉得就是你老公 包括你公公婆婆 嫌弃你了 嫌弃你什么呢 你觉得他们 他就觉得我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做 本来我们刚开始 结婚的时候 说得很好 他主外 我主类 但是呢就是 他每次回家了之后呢 然后就给我 安排各种事情 给孩子报什么 培训班啊 这个培训班 那个培训班 画画呀 唱歌呀 还有那个什么 围棋呀什么之类的 报呗 他出钱了 但报的时候他不管呢 主要是 他放了之后 他在公司里面 是您导 不是 孩子去学 这些兴趣班 就你送去不就行 又不是让你教 他就不愿意去送这个 他就喜欢出去玩呢 他把那孩子 往那培训班一放 然后自己就来逛商场了 跟那汉服务队朋友 去拍照去了 有一回我还在上班呢 就那培训老师 就打我电话 说找不到孩子他妈了 我打电话 他也不接 那没办法 我只好把工作放着 我就开车过去接孩子 一到商场看到 他在那活动区 在那拍照呢 不是的 那次不是这样的 就那次我把孩子 送去培训班之后嘛 出去转转嘛 转转就碰了 跟我一样 穿着这种 很漂亮衣服的小姐姐 我们就一起聊 聊得很开心 刚好商场里面 在做活动 他说 那你做活动 然后我们要不 一起过去看看 我们一起拍个照 或者干嘛的 就很多话题聊嘛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跟前台的那个小姐姐 我跟她说了 我现在有点事情 然后我们家小孩 平训完了之后呢 能不能让她在这里 先休息一会儿 玩一会儿 我晚一点再过来 我跟她说了 那你接电话呀 那可能是玩过头了吧 你孩子很认心吧 你应该是电话 没有接吧 九岁了 男孩女孩 女孩 你把九岁一小女孩 扔兴趣班前台那儿 然后你玩过头了 这个班也报了 咱就去接呀 去送 这个别因为自己玩 耽误了就行呗 她是觉得 我在家里面 就是什么事 都没做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我在家里 做了很多事情 跟孩子上兴趣班 有什么关系 她跟孩子包兴趣班 就是觉得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呀 你是对现在你的妻子 对孩子教育的 交付结果不满意 所以你让她去 上兴趣班吗 是的 我是希望她能够 在家里能够辅导一下 孩子的学习 如果她不能辅导 那我报兴趣班 你去跟着一下也行 她提的 其实这个也还行 就是你不是更轻松吗 对呀 你要爱玩 正好孩子上学训班的时候 对 别人管他 你就有时间玩了 然后按点接就可以了 她就只顾自己玩去了 她有时候 比如说有汉服活动的 她就说 明天你去接孩子 我就搞活动了 这种次数多吗 有几次吧 有几次呢 两三次 两三次 你孩子九岁了 你抱了这么多 数着像什么 画画游泳乐高 这么多班 她就两次三次 因为自己的爱好 没去接 你知道在这儿 叙叙叨叨半天吗 你小片中说了 说她就是闲得没事 找事 你觉得她很闲啊 她平常在家里 是不是没什么事情啊 你又说我没什么事情 每次都说我没什么事情 一个人带九岁的孩子 带到今天她没事 你有事 你伟大 她富闲 我这工作嘛 可能这事情比较多 全职妈妈也有假期啊 人家还是把孩子送过去了 偶尔没在 带孩子事不多吗 你新时代的丈夫 新时代的青年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呀 你工作忙 她是个全职太太 她就闲 她没事干 这咋说出来的呀 她365天全年午休 孩子需要她就在身边 你在外面忙可以工作 但是她得在旁边 对吗 偶尔开开小差 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有一点不太能理解 孩子已经九岁了是吗 是 上小学三年级了吧 对 三年之前 为什么不重新找工作 融入社会呢 我不会说话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 跟我一样了 妈妈他们都能理解我的心情 你想工作吗 我有工作 我自己有开一个小网店 大概每个月 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吧 这不挺好的吗 人家又带孩子 孩子事你都不用管 一共就去接了两三次补习班 已经捞到了全场了 人家孩子也没务了 对吧 自己还上个班赚钱 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弄个汉服 没有成天揪着你 盯着你跟你吵架 你对太太嫌弃啥呢 她那个网店也不稳定 好点的就一个月两三千 差点的一个月 可能就没收入 那也是工作呀 那也是她的事业呀 你敢拍着胸部说 我的工作特稳定 不敢说 那么就得了吗 所以后来我跟她说 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工作 明天是不是还在 你如果能有时间 出去找一份 那就双保险吧 人家不是有一份工作吗 只不过是没有 那么稳定的收入吗 那不叫工作吗 我这个网店刚开始 开的时候 每个月大概也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 目前的话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然后我觉得她就因为 这个她也是有点瞧不起我了 我觉得她就是 就是嫌弃我 你这个小店也是和你这个汉服相关的小店吗 不是 但是目前不是 但是我有这方面的想法 发誓是吧 还真是 你可以往这边发现 你有喜欢 又把它变成你 发誓很好的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啊 对 要做 她支持吗 她讨厌我穿汉服 你管她讨不讨厌呢 她在意她讨不讨厌吗 本来不是很反感 她在家里穿汉服 或者出去做活动 她自己出去玩就玩了 她不分场合 我们公司有一次聚餐吧 可以带家属 我就想带她出去 去一起吃个饭 公司领导也再认识一下 我说你打扮一下 去唱个宴会嘛 是不是 她就穿个汉服去了 说我也好歹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管理层 你就穿个汉服 让她一站 我就感觉跟我格格不入 你不会觉得你很有便吗 我就没有感觉啊 我真的觉得你不爱她了 如果一个爱自己太太的男人 看着自己的太太 精心打扮 穿着这么漂亮的传统服饰 她会觉得非常欣赏 你看我老婆今天打扮得多漂亮 你还得跟员工介绍 你看我太太今天穿的这个 什么风格啊 这个多么有这个艺术范啊 你丝毫没有欣赏 你爱她吗还 你认真的说 我爱她 你哪里表现出来爱她了 你给了她什么来表达你的爱 你要说物质上 那肯定是每个月工资卡上交了 妻子怎么看 这个还可以 没有小金库是吧 好 我觉得这算她觉得认可的 对 精神上我是绝对忠诚的 不存在就是跟外边有什么暧昧之类的 这个她一定要充分地信任我 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 可能就需要一些迎来送往 你觉得没有其他的情感关系 就是爱她的表现 这是我做基本的一个 好 还有什么 还有我会包容她的一些小韧性 小脾气 包括这么多年 如果说我不包容的话 我们怎么能走到现在 你们全家三口联合起来训她 不会带孩子 把她气到连饭都吃不下 一个人躲到角落里默默哭泣 这是你包容她了 是吧 就是我觉得吧 我需要一个能够闲内住 能够帮我管好后方 她还是要一个为爱的男人撑起天呢 你刚才说的三点 这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基本义务 但这不代表你爱她 你说的没有一点 我听传你只爱她 你只是在完成基本义务 这是任何丈夫都要完成的基本义务 你哪里爱她了 你说我没有别的女人 但是我特爱我老婆 逢年过节送礼物 她冷了热了我都知道 我体贴她 我安慰她 我回家就帮她带孩子 这叫爱 你给我说出一件这样的事 我们听听 看你多爱她 有时候她做饭的 我就帮她洗菜了 然后她洗衣服了 我就帮帮晒了 然后孩子她没时间管的 有时候我也会带着孩子 洗洗作业 然后下去转一圈这样子玩玩 周六周日 她愿意去哪儿玩 我都是非常愿意去开车 带他们出去转转 这是我在爱情保卫站看到 夫妻两口子 孩子都九岁了 俩人脸上找不出一丝幸福感 就是您刚才说 您现在面临被裁员是吗 这公司现在有点紧张 我现在虽然是个小管理 也不一定就说不是铁饭碗 听明白了 王先生39岁了 其实是有很多生活的压力和焦虑的 对 这个妻子觉得我越来越感受不到爱了 丈夫觉得我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上有老下有小工作 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其实都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 但在这种焦灼的状态之下 夫妻两个应该怎么相处 才能有雷老师说的那种幸福感 咱也问问这对你们小年轻 跟这个大哥大姐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实话 我要是过这个姐姐现在这种生活的话 可能我不想领这儿了 我觉得这个姐姐其实真的挺委屈的 如果作为一个女人方面去思考的话 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她首先要承担的就是生育之痛 这个是男人永远无法给到的 同时呢她嫁到一个男人家里面 她也要承担男方家的父母 对她的看法 我觉得她一个人承担这些 她其实是很委屈的 她一定是希望男方的爸爸妈妈喜欢她的 但是她却被这样对待这样说 要是给我 我可能也会哭也会委屈 甚至我都会后悔说 我还给她生孩子呀怎么样 她就因为这些 反而会怪我没有带好孩子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 就是咱们就是好多事 咱们一对比能看出来 我们这位啊 夫妻俩一直是妻子 宝妈去接送自己的孩子 在家全天候照顾啊 对吧 对 然后两次没去接 这是罪过 对不对 对 咱们家四个小宠物谁伺候 我男朋友伺候 我告诉你这事讲不讲理 这事一对比就明白 这男孩也说说吗 可能他们两个想法不一样吧 大哥就把她的想法 老就是经过到这个大姐身上 就可能她觉得她这样是爱她 对这个家好 可能这个大姐不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两人就有了分歧 那这种分歧 我们老师怎么看 怎么去帮他们解决呢 这位丈夫你要知道 现在你的妻子 已经觉得自己不是妻子了 她觉得她是妻子 你们两个 一个是焦虑型的妻子 一个是指责型的老公 你没有在她的职业的范围里面 给到她应该有的鼓励支持 但是她在你的职业范畴里面 给到了 你们两个小家 就是她的一亩三分地 她很用心地在耕耘 她也很认真的在努力 如果她不用心耕耘 她不努力的话 你的孩子怎么能够 今天健健康康康康 爱爱地长到这么大呢 你在她的事业范围里面 给到她应该有的支柱了吗 作为一个丈夫 其实没有给到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作为伴侣来讲 我觉得是不合格的 另外 她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俩在家里面 你回来 你就像个大爷一样 一指七十的 说一二三 她其实内心还好一点 因为她会觉得 那至少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她还爱你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 也跑来指责她 她内心会完全崩溃掉 你们家没有任何人肯定她呀 你有没有想过她跑掉 是因为不想引发跟她跑到 甚至不想引发双方家庭父母的矛盾 没有人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如果是我的女儿 受这样的委屈 对不起我忍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对你的妻子 有一点吝啬 不是说你金钱上的吝啬 而是你时间和情绪管理上 你是吝啬的 她需要的 无非就是一个正常的 正向的 积极的 一个老公传给自己的情绪价值而已 她要的东西并不过分 同时她有在创业 你凭什么觉得她做不好呢 她做了 她也赚过钱 对吧 你也只是现在 你正在赚钱而已 说不定明天你也赚不到钱了 你们俩随便 一样的 她还只是通过网络 她就能赚到钱 其实妻子现在想一个事情就是 很简单 你现在到底是要离开她 还是要悄悄地提升自己 你一上来就说你要跟她离婚 但是你要想好 离婚之后这个婚你怎么离 我们一定不要在冲动的时候 去说当下不合时宜的话 因为我没有觉得你想 真的想跟她离婚 我觉得你今天来只是想 通过可能这些悠悠众口 来帮你证明 你在这个家庭中存在是有意义的 是有价值的 丈夫 你老婆很聪明有一点 就是她跟你说了所有的话 但是她没有说她不爱你 她只是一直在说 她觉得你不爱她了 但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因为她爱你 否则一个女人不会忍到现在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为了你的家庭 为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再这样对你的老婆 你要尊重她 你要爱护她 你要保护她 否则你这个家真的散了 我首先我觉得男生 在你身上看得到职场当中的 冷冰冰跟冷酷 职场当中肯定受过委屈 但是你受到的委屈 你回到家里来 会跟你家人分享吗 不会 对 因为你嫌你老婆笨 如果她是你的员工 你可能早就吵了她 但是她是你的媳妇 这是你的妻子 你故于很多原因 你没有选择跟她离婚 但是我看到爱情少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的爱人很优秀 因为我常年拍古装戏 她头上的发饰 做的是准专业级别了 是你做的吗 然后整身的搭扮也很好 但是我提醒你一点 就是再化眼妆 可能多一点会好一点 要不然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你看专业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你是很专业的 你就可以在这方面 你看张瑞老师 一说他就乐了 多少时间没被认可过 我们张瑞老师认可了 一下立刻就乐了 你看她的笑容来得多 别打破 拿不上张瑞接着说 真的很好看 然后你的如果那眉间 再有一点小的纹路 是可以的 你看她为什么 还会穿这个来 第一点她喜欢 第二点我甚至觉得 她都有她的小心思 在网上能查得到 她的小店 她小店会带来生意 所以就是你没有发现 你老婆身上的闪光点 大哥你处理事情 有一套的方式跟方法了 这个没问题 但是生活 它更多的是落地 它没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 没有公式教你怎么处理 我相信这个 你一说你就明白 因为你那样你也很累 你在工作当中 面对他们都是公式 你回到家 面对生活才谋言 如果她过生日的时候 你让她给你 打扮一身你的汉服 你们两个一起拍照 她开心死了 你看她的表情 是的 老师您说得太对了 我说的我心里都难过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 你有点设恐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 那我们就融入景色 去横店 然后去我们的大唐补业城 这还没去呢 一次没接孩子 都被骂到现在了 你就陪她去横店 我告诉你 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陪她去横店 你就穿上这汉服的打扮 在那儿不会有人看你 我不穿的 没事 你负责旁边拍照也行 好 那你陪她去 给她拍照 那可以 给孩子亲子一起拍照 我其实觉得 他们这个家庭 她的底层还是相爱的 只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段 孩子也九岁了 十岁了 慢慢长大了 工作各方面 也都相对压力大的时候 先生你是麻木了 你是理所当然了 你觉得我该给的钱 该给的忠诚 我做到了 我就没毛病了 但你忽略了 你的妻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当年你们因为相爱 三个月就想结婚的那个女孩 她当了妈妈 她心里也有那部分 是你的小女孩 你已经忘记怎么爱她了 你的眼里只有工作 赚钱 没完没了的烦心事 但是我们人啊 感受应该是多元或丰富的 你把哪一块放弃了 或者放松了 都不会快乐 那我稍微给一点点建议啊 我觉得妻子啊 你整场只有这个张蕊老师 跟你聊这个发誓呀 你笑了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 不要去关注她了 你就自己开开心心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好好陪女儿 自己把自己喜欢的汉服 和你的朋友的关系相处好 有兴趣爱好 去把你的小店 自己重新去给她打造一番 去钻研一下你的小店 少过于钻研她 我不是让你不爱老公了啊 而是当你的心思放在了 做出去就会有回馈的 这件事情上 你就有笑容了 你开心了 那种正向的开心和情绪 一定会反馈给你的 我再多说丈夫一句 我觉得你也是个好男人 辛辛牢牢在那边工作 但是别忘了 你有个爱你的妻子 等着你来把家里做得 情感更和谐 夫妻更恩爱 好榜样的这样一个女儿 你得扛起这一部分的责任 你的妻子不开心 你说谁的责任 你没责任 我的责任 当然你有责任 你就听张瑞老师建议 陪她去一趟大唐不夜城 横店 多好看呀 你学会欣赏她 你欣赏她 接纳她 其实才是接纳你自己 学会欣赏 学会接纳 我知道了 这是你们爱的课题 其实我觉得两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职场先生跟全职太太的故事 也是现在当下生活非常显实的一种生活方式跟婚姻的一种情况 那我觉得作为职场先生一定要去认可我们全职太太的功劳苦劳 那我们作为全职太太也要去认可我们职场先生 她的不容易跟辛苦 因为大哥现在也39岁了 现在正处于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波动期 所以咱们一定要多一点对他的理解跟认可 那作为咱们的职场先生一定要去看到你老婆的热爱 眼里要有光 你对她喜欢汉服的这种否认 其实恰恰就是像她如果说不允许你下班同样的否认 这种伤害力是一样的 只是您站在您的位置上你感受不到 因为你觉得这就是一件衣服 但是对她来说是热爱是事业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刘大姐可以按照刚刚我们张老师说的 把咱们这块事业好好做好 然后我们的王大哥眼里多看到他的美 其实刚刚前面我们在聊到一段话 就是老师有问您还爱他吗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在场上您所有的聊天都是嫌弃 当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 他连呼吸都是错 我希望您今天在场上说的 我真的爱我的媳妇 那从现在开始 我看到她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我都是欣赏的 我觉得她很美 如果说你能做到这样 她一定不愿意跟你离婚 然后今天说到这里 因为我在做了很多的婚姻咨询案例 跟情感案例当中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木姐 我还准备了关于婚姻的资料 可以发给你 王先生 你妻子可能有一些全职妻子 呈现出来一些问题 因为情绪的自控力可能比较差 不开心了就哭了 因为平时没必要 而且可能语言表达 不是那么的逻辑清晰 因为长时间在家 您忙您也不跟人说话 我们都能看出来 但是你不至于就觉得那么的绝望 婚姻到最后是来干嘛的 爱情到最后是来干嘛的 人生无常啊 什么意思 你今天知道明天的事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吧 这叫无常 我就问一下 明天就裁员 明天就山穷水尽了 有你在我怕不怕 有你在我乐不乐意 他刚才特别认真的看了自己太太 我觉得他是感受到那个了 我老婆在 我家就在 我还真是什么都不怕 对啊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多难得呀兄弟 你老婆爱你支持你 一定不会离开你对吧 是 你老公也哭了爱你 你看看 你回头看 你看看你老公 你说他爱不爱你 我跟你说 你们俩谈恋爱的 仔细看 两口子能走到这份上 这叫能走 雷老师 雷老师 给他们点时间 对不起老婆 是我的不好 我不该责怪你 我不该看不到你的付出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还有很多以后的时间报呢 今天意识到需要调整的 我觉得都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这对 要不然就别回门后了去了 我们不走流程 夫妻之间没有流程 真爱才是永恒 对不对 老公我也爱你 我希望以后我们真的 能够白头偕老 把我们的宝宝一起抚养长大 能够 好了好了 想抱再抱一下吧 就这一刻你就觉得 咱们工作是有意义的 真的 真好 你们就回家吧 快走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真浪漫 拜拜 拜拜 我真没想到 咱们今天这场爱情保卫战 夫妻两个人 从相看两宴 到抱头痛哭 所以有时候 人的这个信念 就一瞬间 其实他想明白了 原来真爱就在我的身边 我要珍惜 我要珍重 然后接下来 五双眼睛 有压力吗 我也不回门了 你也不回门了 你们还让我们去考虑考虑吧 年轻人嘛 我觉得需要仪式感 希望他们做出选择之后 更正式 也珍视这段感情 来我们就不多说什么 请开门 有啥要说的吗 结婚证这件事 我也听各位老师说了 确实不能着急 我们需要先把自己的学业 还有未来的工作 都稳定下来 再去弄这些事 我就一句话 就是像刚才老师们说的 真爱就在我眼前 我好好珍惜 真好 真好 抱一下吧 我抱你吧 我比你胖 这是一个 是一对真爱的小情侣 真好 我其实可喜欢她 看出来了 抱吧 好甜 而且刚刚看那对哥哥姐姐 其实我觉得结婚也挺幸福 结婚就是很幸福的 只是婚姻 真的是需要我们经营的 感情也一样 关键她抱着跟我们烙 好 我这人比较爱烙 那你们就开开心心 深吸眼前的爱情 谢谢 好好奔向自己的未来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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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爱情保卫上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在人间打一份工 叫做月老人间办事处 哎呀 我就一直觉得 我好像在替月老履职一样 我觉得每次看到 可能真的就是大家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的一些建议 然后真的就是外的人生能够更加的顺益 我就觉得自己就是我们在这里就很有意义 我也很感动 因为在这里边看到的全部都是真实的 眼泪是真实的 笑容是真实的 所有的反应都是现场的真实的 没有任何的预设 没有任何的判断 直接就来的 哎呀 所以这个人间真好玩 哎呀 人间真好真的是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见证了这么多情侣夫妻 他们的酸甜苦辣 悲伤喜悦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 真爱真的是在人间 对 所以希望所有的电视界的观众朋友 真的是珍惜你身边的爱的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爱情宝贝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